不知新一年拍些甚麼好呢 不用煩了 我已經幫你想好了 以往都是你坐著給別人看著你吃 新一年不如就下街問問別人有甚麼推薦你吃 好像沒甚麼特別 之前說700元帶人去深水埗吃腸粉 玩不玩得過 700元那些當然是騙人 你現在是跟著街坊的推薦去吃東西 還有我們為了增強刺激感 每集的任務費都不同 見是你 第一集我們就寬老一點 有200元任務費 之後每集就不同 有多有少就你自己抽出來 不如我們每集最後都抽出下一集會去的地方 那就好像會刺激很多 第一集我們就去到藍田 好 那作為我們本地遊的第一集 這裡便是任務費 200元 那今天冬冰冰 我們不再說那麼多了 事不宜遲 立刻去問街坊有什麼好吃 我想問一下 你們知不知道附近 有沒有很特色的街坊美食 可以推薦給我吃 壽司 哪款好吃 有芝士三文魚 張魚丸 在這裡也有凍 酸辣粉也好吃 有魚蛋有燒賣 但是我們吃它的芝士拌麵 真的很美味 南田會景商場裡面的手卷 還有小丸子 因為小丸子有很多人在排隊 所以我先買了手卷 很划算 兩塊壽司 才18元 想買小丸子 邪惡一點的多沙律醬 多沙律醬才好吃 有沒有人認同 好 那我們的食物已經到齊了 讓大家來個 close up 真的很好吃 三文魚燒到剛剛好 很厚 很厚 很棒 飯跟三文魚的比例剛剛好 所以很滿足 好香 是連飯也有點熱 所以天氣很適合 冷甜甜的 上面的醬也偏鹹 這個真的很好吃 手卷都已經好吃了 想不到這個肉籽更好吃 可能今天冷了 真的很適合吃 嗯 裡面那邊就是蟹柳 七月之日 好啊好啊 謝謝你 嘩好重手啊 我明白這個為什麼是受學生歡迎 完全是實惠的口味 肚子餓的時候吃一份這個已經夠飽 老闆娘有足料 很大粒蟹柳 還要去到尾也有 看到嗎 嗯 我喜歡蟹柳 它熟了之後 發開一絲絲 你每腦都有蟹柳 嗯 好吃 那我來到這裡 看到 哇 它這樣 A B C D 價錢35元 所以我就決定要吃 芝士拌麵 嗯 那我這個超值拌麵餐就來了 那有兩粒魚蛋 兩粒燒賣 雞腎 然後還有兩粒芝士丸 最後就是芝士拌麵 那我首先呢 吃了這個小朋友推介的魚蛋 這個很厲害的 這個是真材實料鮮味蛋液的波兒魚蛋 讓我試試 魚蛋 嗯 那第二樣呢 就要吃它這個雞腎 好入味 嗯 它看起來又不太有芝士 它是偏甜的芝士味 就是不是那些很膩的 這個是像小朋友芝士味 嗯 我覺得不太夠芝士味 還有一百多元 那我們現在馬上去 再看看其他街坊有什麼推介 韓米那裡 飯卷 飯卷啊 哪一款你們覺得特別好吃 牛肉 牛肉 那韓米呢 正正在我身後 那它就說牛肉飯卷好吃 那我現在就馬上點牛肉飯卷 哇 給大家來個 close up 看看 超多鹹 嗯 可以說它真的太足了 我剛剛 你看到我一塊吃了多久 除了買回家吃呢 還很適合一班少男少女去野餐 買兩塊 然後一起坐在草地吃 那就完美了 大家陪我吃到飽一飽 吃到這麼飽 就是我數一數 原來還剩一百一十四萬 我完全猜不到這裡的食物是這麼划 那如果想知道我下一條片 去哪裏吃這個本地牛美食呢 那就記得留意啦 那如果喜歡這條片 就記得like follow我們的IG like我們的facebook 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share我們的片 那如果想追蹤更加多的生活動態 都可以追蹤我的個人IG 好 那我們 下個區見 Bye Bye Darles 和我這個抽獎 這個包包比較簡陋 但是先抽著吧 好緊張 不知道抽到什麼呢 烹口 這個是烹口 烹口劍